海底捞月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一起 来慢慢地体会一下海底捞月这一个招式 好的 接上市的左白河亮翅 然后慢慢下堆 同时两手把手指松开 然后用小手指 无名指中指四指 接着旋转抓起 到小肤 交加内核 好 我这面向这个镜头再做一个 好的 因为这样是侧面是吧 对 看不清手的动作 慢慢下堆 松手 从小手指 这样住不住抓 隆气 到小肤 这个时候呢 交加要合 有利于这个气量起来 如果你这样的话 这个气是散的 这样的话 这个 跟着手一起聚聋 神要聚气要聚 来气到这个作用 好 咱们再回到这个套路当中来 好 下边 推右腿 两手 两个手里边好像有个世毛巾一样 拧 脚尖点地 拳中呢是虚空的 这个拳空是 就是说 时中有虚 虚中有时 你看这样抓的 全这个收心的是空的 推左腿 往回 一转 右气脚 落回原地 推一大步 右分手 跟左肺手不同的地方 就是右手在外 然后翻手 推出 我能感觉到 我们这个捞的动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不会身体向前倾 我们是身体保持这样正直的下去捞呢 还是说 稍微往前倾一下 应该是 有点含胸的动作 正的 但是身体的眼神 肯定要往下看 但是不可以 眼神往下看的 身体不可以恰伏 身体还要保持一个直的 直的 身体是直的 所以眼神肯定要往下看 您刚才特别强调说 捞的时候呢 要从小指开始 其实呢 在您以前做动作的时候 我也观察到 比如说您在收拾的时候 每次告诉我们握拳 您都是这样握的 对 其实我有的时候 可能觉得就这样握上就可以了 但是您每次都要 走这样一个过程 对 这也是我们太极拳里边 这个特殊的一种要求 我们想 这是一种习惯 这是咱们这个故事太极拳 一个特殊的拳法 这叫 握起来以后呢 不是这样的一切握 它是握起来以后 跟一个家庭一样 这个里边是空的 那么这个外边呢 它可以一直攻击对方 因为用这个小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 都会起到一个攻击的作用 就是给对方身体建筑的时候呢 可以产生大击力点比较小 就是比如说给一个锥子一样 这样打出去的 所以在这个握的过程当中 它一方面说好 可以我们找出手指的各个关节 作为一个点 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就是这样转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 这个里边就有好处很大 其实这五支呢 给我们这个五脏 有精密地揽在一块的 要中医里边 我不知道你听说有个长枕 一看你手 一看你手型 手的气色 就好像跟皮脉一样 就知道你哪里 对 就知道 对 你五脏六腹 哪个地方有毛病 实际上这就是心 嘎 皮 肺 肺 这就对着这个五脏 那么你经常这样揽的话 它就肯定是 就是说五脏也 这个得到很好的练习 不光是 它是自己相连的呀 对 还有一句话 有实质练习嘛 它全都在掐着的 对对对对 另外在这个 从中医里边讲 就是说拿作女佣 拿的是在从左手上看 女的手 右手 右手上看 所以经常这样练 你一看似的很简单一个动作 它就是掐着五脏 加上我们这个拳呢 还有逆腹式呼吸 还有这些开合呀 所以说这个对这个这个身体这个保驾 健康一手一二年这个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对对对我们知道小朋友在三岁之前去做了这种推拿 他主要是在五个手指上做推拿 对对对 直接跟这个五脏牛腹联系很紧 其实我们在练太极的时候 通过手指的这种运动 同样能够锻炼我们的五脏牛腹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太极了 他就不讲用这样直接握 这样握 所以每次只要听到刘老师说 握拳 大家想着 我们是这样 攥着握过来的 对对 好 那我们再结合我们学的这个招式 海底捞月 我们再来把这个动作好好的来练一下 好好好 还有接这个左白颗亮支撑下去 目光往下看它比较低头 抓 好 交接内扣 这个抓呢 就是正如抓刚才我们讲的 一个是对这个掐指五脏的断力 另外一个它抓这个地气 就取这个地气 还收回来 其实这个名 就像我们说的 就是取大地之精华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海底捞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这个地气抓起来 从下边抓着气 它是什么 是地方是 这个混音的部分 它说的是阴 那么海底捞月是什么 就黑暗中的一个明光 就是说阴中的一个阳 这个黑中的一个白 就从这个解释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抓 一合 这个脚的这一收 把这个气又俩起来了 这也是我们说 练义的一个方法 一定要用这个义 来代理练这个功 对对对 好 所以海底捞月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动作 收回来脚尖内扣之后 我们这个动作就算完成了 就算完成了 但是这个胶的移动要注意呢 这个胶架要合 你知道胶架散的话 这个气呢联不起来 气要联 神要聚 踢要松 筋要整 这都是全力里边的一点要点 我们这个下蹲的幅度 这个也是挺大的 对这个下蹲呢 还是要搭到大腿与小腿的 级别样乘90度 有的人可能做 我正面做一个 你比如说你这样做的话 它勾不着不见地劲了 那么还有的人也可能说 一下又对下又站了 塌了 这样也不对 就无过不羁嘛 这样又过了 这样的话不到 应该就这样一走 我觉得老师每次做的时候 我好像都能看到有一个气团 因为您的每个动作都很圆重 总能看到一个球在这里似的 对 这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要用这个意念来引领自己 对 那这个是海底捞月 我们这个分解的动作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比较简单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手指的动成的变化 还有收住之后 脚尖内扣 别忘了 那这个动作看起来这么简单 它在技机方面 也有它的表现吗 这个在这个圈里边呢 包括下边这个左右 转化给您毛巾一样 它合在一块的 这个合在一块的 它就是产生一个什么呢 就是钢钩筋 钢钩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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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给个钢钩一样 这个钢钩筋就是在圈里边都知道 抓 拿 是吧 你最喜欢给教授 要把它抓住拿住的 你抓住拿住的 你手上没有劲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有什么样的进来 给个钢钩一样 你实际上有它给钢钩一样 抓什么地方呢 会抓紧 抓紧拿脉 抓的不可能 你比如说它炼价美的 这个肌肉干辣狠的 你这样抓它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你再肌肉再发达 你的这个筋脉 还是不扛抓的 不扛抓 那您刚才说了 如果要表现它积极含义的话 最好是和下面的动作 连在一起 谢谢大家